大家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广东历史上第六位庄园,黄世俊 黄世俊也是佛山世人,顺德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佛山有好几个庄园了,对吧 黄世俊呢,他也是明朝时期的庄园 大家看这个风格,照片的风格 他留下了一个清徽园,就是他建下来宅子 这个清徽园呢,现在还在,很有名 但是他去世之后啊,是陌路了 黄拜了之后,在乾隆年间,一个姓龙的 农家给父子,把它重新又装修扩建 就成了现在的规模,那现在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庄园 这里你看,邓小平 他在1603年去考试的时候啊,他兄弟啊,他大哥得了病 然后呢,他放弃了一次考试 他说,考试以后可以再考,但是呢,我不能失去 兄弟,对吧,他回到家,替他哥哥找医生 看病,找药 说明他还是很重家庭情义的啊 他一生三次辞官啊,具体时间我们后面会讲 那有一次呢,就是因为他父亲啊 所以说明,再一次说明,他对这个家庭观念还是很强的 但是晚年的时候啊,他年数很高 晚年的时候呢,师姐就是做了那个明朝 那些姨子姨孙的皇帝的宰相 那时候是明朝已经被消灭了嘛 那时候是明朝已经被消灭了嘛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况啊 他第一次呢,是因为 跟魏忠贤合不来 吃官了,1623年 第二次呢 就是1630年 他父亲年老,他就吃官 明世忠啊,还特意给他父亲 吃了一块牌匾 叫一品百零 一百岁嘛,一百岁给他吃了一块牌匾 他就是因为这个 回家 那么第三次呢,他是跟内阁属府 刘宇亮不合,又吃官了 后来 我们知道明世忠已经是末代 明朝末代皇帝了 明朝末代皇帝 从政皇帝自杀了之后 他的子孙啊 还有 在各地 然后散布在广东的 又组建了一个小政权 那这个 黄世俊呢 去那个小政权里面 担任了载相 所以呢 他年事很高 这给人家诟病 他活了91岁 说他晚年失节 这就是对他的 因为他一生辞了三次官嘛 实际上你说他有很大的这个 呃 绩效业绩啊 好像也说不上 但是呢 他的官职确实做得比较高 明世忠的时候 把他召回 给他受语的 吏部右侍郎 也 不是一个 低级官员 对吧 是一个比较 极品比较高的官员 明世忠 他是清除了这个 魏忠贤这个燕党 黄世俊呢 他是黄维德的后代 所以他小的时候啊 就非常清楚 宫廷里面的事情 那黄维德又是谁呢 黄维德啊 他是陈孝皇后 他的 他实际上当了女官 掌管替皇帝啊 掌管玉席这些东西 所以黄维德呢 是他的先祖 我们看这里插了好几代啊 陈孝皇后呢 陈孝皇后呢 是明仁宗的 时期的 明仁宗是 明臣祖朱棣的 长子 所以这个相差很远 但黄维德 但黄维德同时啊 又是梁楚的 亲戚 有血缘关系 因为梁楚的 母亲呢 黄氏呢 就是黄维德的子女 所以这些人 又是扯上 关系了 前面我们讲了 任文旭和梁楚 是亲家 对吧 因为他的那个 女儿嫁给了 梁楚的孙子 梁臣 隔代亲家了 林大千 是生活在明世中的 年代 所以这里面几个 第一个 林大千 第二个 黄世俊 对吧 都是生活在 明朝时期 还有一个著名的 晋世 就是梁楚 跟这几个人 有扯不清的关系 只不过他 没有重大状元 但是他官做得很高 他做到内阁首府 相当于宰相了 那这就是黄世俊